哈喽 安老师你好 嗨 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烘焙之路这个新书 但是先从你这个 为什么会进入烘焙这个开始聊 OK 好 其实我一开始是因为小孩子上学 那然后呢 学校老师就是会找一些比较热心的妈妈 邀请来班上做一些点心 那时候我就是比较爱出风头 所以我就自告奋勇 说我可以来当老师这样子 那事实上那时候我什么都还不会 我就自己上了一些网站 爬文一些配方 我就试作然后带去 结果没想到婆受好评 然后从那天以后呢 小朋友看到我就好像看到女神一样 虽然说那时候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看到我就像女神 我就让我激起了那个烘焙魂 所以你本来就是全职妈妈 对 然后那时候是国小的时候 幼稚园 小朋友幼稚园 然后你就自己上网 然后就自己研究DIY 对就是我就觉得好像这东西蛮有趣的 就是我对一些比较细节美感的手工东西很有兴趣 比如说我会去学一些什么擦花手工罩 然后就延伸到 我觉得烘焙也是有点相关联 就是靠手工 所以我就是会做比较精巧 比较精细的一些小东西 所以你的美学技巧就有延伸就对了 对 那做到一个程度是不是就开始要学更高阶 就要找老师 其实后来我就是直接去考一级证照 然后接下来就是会去进修很多的面包课 甜点课 就是各式各样 只要能上我就全部去把它包涛学下来 所以那时候没有特定范围对不对 没有 就是对什么东西都有几大兴趣的人 对 那后来怎么样走到所谓这个比较算是造型甜点这块 因为一开始我就是喜欢手工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技巧性的东西 有创意的我是比较感兴趣的 所以我在进修这一块课程 我都是往这方面去迈进 你觉得这个比较有难度 比较有挑战性 对 我不喜欢太boring的东西 那后来整个学习的过程 大概几年你才觉得说 掌握到一个程度 然后也算是被尊称老师 其实我出道时间很快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刚好运气也大上 我其实学烘焙时间很很短 我大概小朋友四岁的时候开始学到现在 其实我大概学三年而已 那为什么串这么快 因为你很专心是不是 我觉得我可能刚好运气也蛮不错 就是有遇到一些朋友 他们把我的这个就是作品直接po到教室去 然后那教室他们就会开始邀约说 这个老师是新的没有看过 那就开始全省开始有邀课的这个情况 那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本来是个地方妈妈 怎么忽然间就是大家约我去上课 那我也觉得很好啊 就是二度就业嘛 我就去试试看 所以我大概其实很快 在半年之内就跑全省 可是会做跟会教是两回事 对没错 所以你一开始应该也有摸索 那个怎么样简单的教出来 我可能是因为我以前读的是戏剧系 跟一些比较活泼的一些科系 所以我在上舞台是没有恐惧感的 这是我的优势 所以我站上去那一刹那 就好像当老师很久了 所以很多认识我的学生 跟其他的老师们 他们就说你出道才三年吗 我感觉你十几年了 可是穿太快就被打压 不会啦 然后就开始有你的传说 有你的八卦 没关系这八卦就让随人讲的嘛 那我们就是没有八卦 怎么会生存下去呢 当养分 有八卦才有流量 没错 有流量才会红 你懂对 但是你说你三年这样的时间 有没有职业灾害就变胖 有 所以你曾经胖到一个 但是因为我一直有在维持 就是运动跟隐控这件事情 那我其实我最胖是刚出道前 那时候比较胖 比较没截止就对 没有截止就是 还是失败品很多 所以常常自己吃 没有 失败品要藏起来 而且你把失败的送给小孩 他们不觉得是失败的 对啊 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那时候有管道 对 所以你说一开始失控是什么原因 就是我后来在跑课的时候 我比较没有在注意饮食 然后运动也减少了 是 对那就开始比较 抗凝抗凝这样子 对劳动不是运动 没错 对啊 然后又忙 然后就没有特别截止 对 所以胖到一个高峰就开始 也没有到很高峰 我的胖大概就52 53 大家很多人听到会想打我 那还好 对 但对我来说就是很胖了 就婴儿肥而已 哦 很可爱 然后学生看到老师就捏 巨婴 他们不敢讲 只会觉得说 老师最近的厨师服有点略紧 这样子 对 所以很快就控制下来 对 好 那三年的时间 然后就出这本书 嗯 为什么那么快 刚好这个编辑有找到我 然后跟我讨论了一下说 这样的 比如说甜点的主题 大部分其实市面上是很多 但是呢 你把它做成一个像专案的东西 就是有季节性的变化的party 还没有什么人做 大部分都是单一做法 对 那你是主题性的做法 对 从那个桌子摆丝一直到布置 所以其实还蛮辛苦的这本书 我大概生了一年 应该也有几次邀约的经验吧 就是为了你的小孩有没有 什么生日趴什么趴 嗯 对对对 嗯 有就是会帮小朋友办些party 但是那时候的经验 呃 其实也是学习啦 那这本书给我的一些灵感就是我们 以前运用到譬如说帮朋友办生日趴 对 帮孩子办趴 可能还有一些我教学生 比如说 哎我们万圣节要到了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作品 我就把这些灵感做成这样的一本书 嗯 然后跟编辑商量一下说 哎那我们就是用这几个主题去延伸 所以就表示你应该也参考过很多书才会做比较不一样的 嗯 对 还有参考一些国外的一些他们的一些idea 因为其实他们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的那个就是一些创意度 有时候跟国外的不太一样他们比较没有个轮廓 会发现他们天马行空的部分比较多 所以我会参考一些国外的案子 然后再把它拿来改成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讲到国外你有到国外去学过吗 嗯没有通常都是在台湾可能就是看国外的网站 是 对这样是比较好取得的管道 所以我这个我这样的学习方法我觉得很适合 在台湾在地的人 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努力往这边走就走这个甜点之路 其实很多方式是可以学习 没有借口说我没有出国就不会 嗯 对 对网路真的有很多免费影片 对对对对对 但是也是可以花钱买很多课 所以其实未必一定全部从网路 反正你要免费你就要多做一点那个细节的错误 对对对 如果你愿意花钱上课你就会少错误 对对对 然后材料就比较省这样子 对 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跟我们讲书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好 这个非常的浪漫唯美 我直接翻给听众看一下嘛 来这边看一下 我们前面的话其实有几个 比较就是我把它分类了 就是一个基底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有饼干的做法 然后有戚风蛋糕 然后凤梨酥这些比较常见的东西 然后所有的面团 在前面的介绍有先帮大家示范过 为什么面团要分的这么仔细 所以我这本其实真的做很久 因为好多类别是不是 就是太多类 如果说你今天让我出单一个 比如说凤梨酥造型的 其实我这本可以写非常快 因为就是改变造型 那我擅长 很快速可以完成 但我这本就是因为它太多东西 所以都有不同面团 对对对 那然后呢 接下来你还要把这些东西去想要怎么做造型 把它改成每个主题性不一样 比如说像这边有这个马铃糖 我们过年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喜欢比较 喜气一点的造型招财 那就是把它放到这里面去 然后像这个鞭炮 这鞭炮其实就是一个噱头啦 它是孔雀饼干做的 只是你把它外面裹起 然后加鱿鱼丝 是不是发挥一点 这就放在盘子上就不一样了 对 我就是利用这个巧思 那招财元宝这一类的 好那还有什么情人节啊像这些 这有主题性的都很高 对 但是其实这个 这本我觉得其实蛮好操作 因为我把配方简化了 因为毕竟我也是从素人起来的嘛 那素人的话基本上 这个基本功我也有了 那我是是不是把这个 我觉得难的东西简化 让新的新手可以去碰这本书 因为我不希望说 这本书买来它是工具书 结果变成装饰品 对 所以我都会亲自做完 确定它的配方是OK的 然后再想办法简化 对 因为我曾经有买过国外的一些书 翻成中文 然后结果那个东西永远不会成功 所以我不想要把我的书是走到那个路线 我一定每一个是踏踏实实的做完它 不会成功有些人是故意唱一部 我就是觉得奇怪啊 那那时候技巧也是有怎么会它的配方做不起来 后来我看了一下还是觉得需要要调整 因为差一点细节就是要买线上课程 对啊 整本书有难有简单 那其实难的真的不多 难的话是造型上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事实上我把它已经拆解完了 所有步骤都在这上面 所以我们到什么圣诞节啊 通通都有 所以你这本其实从会的跟不会的都可以参考 对对 如果说比较真的不会做的人 其实可以先从饼干开始做 饼干失败率比较低 那蛋糕我说真的需要点技巧性 打发蛋白的判断 反正烤出来失败跟成功就差 失败变发贵 一样吞下去 饼干只是看起来比较丑而已 但是还是不会差太多 还是饼干 对对对对 就是创意就是这样子 是 对那有一些半成品 就是譬如说市面上的饼干 怎么把它改变成一个造型 你可以迅速拿去骗骗小孩啊 你也不用花很多时间 就像这个这一款就很简单 是是 对对对加工一下而已 大致上就还有甜甜圈 蛋糕甜甜圈 里面还有什么万圣节主题 然后很多鬼怪啊 木乃怡 看了会不会害怕 木乃怡什么 会不会吓到小孩 是 我们还有这个小刺猬也很可爱 是 其实这个可以用那个 平常那个马德莲啊 或是栗子膜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想办法用现成的东西 对 把它变化成这个造型 对我们只是把 可能好几个元素组合起来 它就变成一个新的造型 那如果今天只是一个普通蛋糕 你不要做这个莲 你这样裹上去就是一个巧克力蛋糕 但是你把它这边画了一个莲 它变刺猬 就差了两个点点嘛 对啊 所以其实就是花一点点心思在造型上面 这样盆栽 那时候在做的时候觉得它很像泥土嘛 那就放薄荷叶变盆栽了 那薄荷叶真的吞下去吗 吞 真的 吞自己种的 我知道上面都会撒那个巧克力粉 对对对 这一款很好吃 这叫提拉米苏是吗 对对对对 这一款我上次去拍那个用点心做点心的时候 瑋瑜啊 他吃到这一款他说吃过最好吃的提拉米苏就这一款 哦 对 那是不是上面的巧克力粉也有差贵的跟便宜的 不用贵的 我下次做给你吃 就是高档的还是真的品质好 是有差但也要用很好的 是 原物料很重要啦 因为既然我们是自己要吃 我们就是会选择比较好的食材 对 那这个就是马卡龙 好马卡龙一般人家都觉得是圆形 我们就做仙掌 然后放在一个盆栽里面做造型 这样子 这一本真的很多东西耶 所以这个是你的代表作 嗯 我希望可能以后有时间我还是可以再做啦 只是因为这本可能耗的精力蛮大的 我会休息一阵子 在思考第二本的走向 嗯 对 我觉得你的特点就是很很会做那些 可爱的东西 对啊 就跟你的长相一样 哎呦 谢谢 所以这个你有刻意去操作你的人设吗 就是 可爱点心这样的一个造型 我不小心自己人设起来了 对 然后后来的一些线上课程也是这个方向 嗯 没有线上课不太一样 不是草莓生乳卷不是吗 草莓卷 有 我有分类 比如说因为现在我知道趋势是走 比如说接单的人多 我就把线上课改成他可以实际贩卖的 嗯 那常温的比较建议 对 所以在造型上就会减少一点 对 因为我们总要就是往线的趋势走 有些人喜欢造型 但是有人觉得说啊这太难 他想说简单的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不同面向都可以尝试看看 对 哎 你好像就没有在接单哦 接单不接了 没时间接 以前为 我现在都让学生接 以前是为了磨记书不是为了讨生活 我是磨记书 我不讨生活 嗯 靠这个过活太累了 是 对 那现在在干嘛 现在啊 吃喝完了 对 我看他突然就跑上来台北 然后一群烘焙老师常吃饭 对 吃 所以有时候为了吃一个饭我就上来了 台中啊台北就这样跑 反正就是高铁来回就对 对 那你生活过的还不错 还不错 哈哈哈 我有长肉吗 哈哈哈 所以你就生活乐趣 但是你也蛮厉害就是蛮会控制你的体型 嗯 对 对 不会过胖 对 嗯 就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吃 然后如何让自己把这个脂肪不要囤积起来 所以你的那个东西有那个减糖配方吗 这一本里面没有 但是我之前有帮厂商做过 比如说生酮 或是低生糖的一些甜点 嗯 所以我有用一些想法延伸 比如说这里面有用到椰糖 对 椰糖就低GI嘛 对 这个就很适合做饮控的时候可以吃 嗯 对 只是说加了一点造型 嗯 所以这本真的小孩子就不用太注重 对啊 那如果你要健康就另外再做 对 下一本希望可以出健康的 所以你还有计划写 其实我之前跟出版社有签过 就是想做低生糖的 嗯 但是我先做这本了 时间耗在这 下一本可以 这本这样子一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卖的怎么 呃 其实我也没有去看他销路 但我就觉得反正这个东西是我的第一个输小孩的话 那我就是觉得我想要表达什么 我在这里面写了 喜欢的人就来买 来试试看 这种东西是缘分啦 我觉得 是 对啊 可是你今天不是才从烘焙厂签书回来吗 对啊 听说排了几千人 排到门口 还是都自己叫来的 我一个人一百 我等一下去汇款 所以现场还是很热落 对有有有 有些学生看到就是 哎 老师我从台中来的 然后请我签这样 那蛮感动的 好啦 我知道你们这个除了签书 还是会到处观摩 对不对 对 看别人的作品 对 所以现场很多烘焙老师 现场有 我刚才没走几摊就遇到一个认识的 可是以你的这个层次 程度跟功力 你如果看到外面卖的甜点 你大概会观察哪一些细节 我看他的功耶 看功细不细耶 对啊 比如说今天是画一个蛋糕 如果有脸的部分无关 我会注意看有没有对称 还是就职业病 有没有对称 有没有工整之类的 还是说他这边需要加强什么 但有时候看到做的很漂亮的 我真的觉得 好多素人超级优秀 然后回去打听谁做的吗 不会 不要伤害自己 我后来想看到脸书有那种烘焙社团 几万人 对啊对啊 他们很厉害 每个人都在家默默的做 然后做好成功就作品就PO出来 对对对 这样听起来好像永远认识不完 认识不完 这个烘焙圈的这个 你一跳进来玩了 出不去了 好可是看到这个外表很漂亮 那接下来吃呢 怎么吃 有没有顺序 破坏它 不要害怕 比如说蛋糕 有些人会这样一口一口 从外额内慢慢 他们舍不得挖脸 没有 直接切开它 说杀了它 马上吃掉 东西就是要吃才开心 对不对 你好看的东西 你放在那边看 它就是发霉 可是你吃要吃出层次感 不是有些做东西 你们会设计它的那个味觉的变化 对 如果说今天是一整个这样子 有系统的 对啊 从上直接挖到下 先吃一次整体的 然后我再分层 去吃它里面的一些细节 对我们会研究嘛 因为我们有职业病 我们会吃到一个东西 然后拆解它 然后就会告诉对方说 这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然后就拍照 PO文打枪 对 不过有没有一些基本功 就是说我们在吃甜点的时候啊 不可以先喝饮料 这样子你嘴巴还是甜的 你吃下去你的味觉就会变 是不是要喝白开水 白开水跟咖啡 或茶 对我们看那个评审比赛 每次都白开水 白开水很重要 对对对你这样如果真的要当美食评论家的时候啦 所以必须 所以你也是这样的一个工法 没有我都配黑咖啡 比较疗愈 哦就是不能配有糖的饮料 对不能有糖 这样你就搞不清楚到底是过甜 还是不甜 对对对 嗯嗯嗯嗯嗯 好这本书呢 其实办过签书会 就是今天吗 之前有办那个新书发表吗 哦之前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 所以就挡了 对 我另外想请你谈那个民事的那个节目用点心做点心 你也常常去上节目 最近有就这本书出了以后就有收到尾鱼的邀约 那你大概都会挑哪些适合电视节目拍摄的 哦其实他们这边很厉害 制作人他们会帮我挑好 他们自己点名哦 他点名好就直接过去了 对嗯 可是你要想像你的这个制作的方便 然后 然後又要不能够太农长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嗯 cm 所以说他这个节奏 其实我觉得流程很重要 第一个我们把食材备好 一开始的介绍 是 然后制作过程拍 他们会剪接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半成品跟成品必须 要带去嗯 嗯 因为节目上它是一天录四集嘛 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自己頭脑要够清楚流程 这个人四集吗 对 就是要看 你敲得那天通告 是不是全部都你 如果一个人就是四季 对有时候会一季两季 所以会不会搞到错乱 不会啦 因为每个材料都要自备嘛 对但是头脑都够清楚 其实我觉得做烘焙很有趣 它这个会激发我们的脑子 就是要动脑的人 其实可以做烘焙 因为它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概念 这个东西将那个变化出一个不一样东西 那你其实做久以后 你真的闭眼睛都知道什么要加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练到 你光看一个配方 你也不用看做法 你就可以直接做出来了 那个就跟厨师一样 很多那个材料步骤都在脑子里 可是你当初为什么没有选去炒菜给小朋友吃 没有 因为厨艺不精 但是说真的 后来我还是有去学一些那种 比较比如说西式料理 一些异国料理 我有兴趣 对因为有些异国料理跟点心会搭配 所以加减还是沾到边 对但是因为我们做教学 如果你今天这个老师又教厨艺 又教烘焙会有点 搞不清楚方向 所以我的人设在烘焙 没错没错 有些学生会搞不清楚你到底你的专业是什么 对这样反而会显得不专业 对因为我们常常讲斜杠 有时候你斜杠太多反而就是泱泱都不精 就歪了 所以你就是先把烘焙锁定 可是你很快 你考了一级 那一级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吗 对而且我那时候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 跟我同一组的大哥 他现在也是线上一个老师 他看到我 他说你不会做面包 那你怎么包这个 我说我就是不会才来学啊 他说那你可以去考丙级 不是考乙级啊 对他意思你要先考先上初级班 我说没有我要直接学乙级 然后结果他就是连从滚园开始教我 然后我就开始摸索 结果呢那一年我就全部考过 他觉得我是很像土匪 就横空出世 对就是有天分快很快 理解力够高 是对 应该私底下也要很认真了 我蛮认真的 在家还是要练习 没有在家不练习 你都是上课才练 我上课很认真 对 可是这样练习的时间够吗 因为我们会有一些自主练习班 我会报名 比如说他有假日的 我就去操作所有流程 其实考证照 其实重点的规格跟流程比较重要 你要去排如何六个小时 做完所有品项 规格要符合大小 对一模一样就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需要动脑的 美不美观好不好吃 倒是第二个次要的条件 所以平均都不会吃 就是直接一排看过去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在吃 他们都送人 对啊 所以你这样子 你家里现在有一个工作室了吗 一直都有 只是比较少在用 那像我拍片就是去外面会再借更专业的一些教室 我今年打算自己弄一个教室 然后直接在那边拍一些线上课 对 就扩大规模 对 台南一节 我在邀请 对 不要 一定要 你要早上去拍三机烘焙 四机 好啦 谢谢恩我们介绍这本新书 谢谢 造型甜点 谢谢 谢谢 谢谢